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却常常让自己走投无路 他倚靠自己的聪明 倚靠自己的努力 但是倚靠到最后 他觉得他好像什么东西都可以掌握在他的手中 但是我们华人有一句话说 智者千律总有一失 你再聪明 你再会分析 你再能够掌控全局 总有一些事情就是你漏掉的 万无一失 万无一失 但是万一万一就是 一万件事里面九千九百九十九件 你都抓在手里面 就有一件漏掉的 那一件事情就是万一的那一件事 结果常常出事就在那一件 什么你都想到了 那些都没出事 但是真正出事那一件 就是漏掉的那一件 雅各的人生常常就是这样 以至于他一定很懊恼 如果他是一个很笨的人 也就算了 反正我笨嘛 他如果是一个不努力的人 他也必须认了说我就是没有努力 我没有好好的努力 但是他又努力又聪明 就还把自己搞成这样 他已经很懊恼 你是不是也正在这样的情况当中 我在预备这一集的时候 我心中有一些感动 我想为你祷告 如果你的感觉就像雅各一样 觉得说我这么认真 我这么努力 我这么聪明 但是我怎么会把自己搞成这样 试试看回到神面前来 上帝让你看到这一集的恩典三六 绝不是偶然的 我还是说我不知道你是谁 但是我很诚心地为你祷告 回到神的面前 好像雅各走投无路 到了创世纪第35章第一节 神介入他的人生 对他说起来上伯特利去 为什么要到伯特利 伯特利是一个地方 伯特利是他第一次遇见神的地方 神提醒他说 回来回来 回到神的面前 伯特利是他取的名字 为什么那个地方叫伯特利 他说因为我在那里遇见神 那里是神的殿 那里是天的门 我在那里遇见神 神对雅各说 你现在走投无路吗 我给你一条生命的出路 回到伯特利 回到当初你遇见我的地方 因为是你自己越走越远 我也求神今天对你说 你觉得现在走投无路吗 回到神的面前 因为在顺境当中 你依靠自己 离神越走越远 而主爱你 主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 主也对你说 回到伯特利 在那里足一座坛 你知道足坛是做什么吗 足坛是人跟神生命的关系 回到神的面前 恢复你和他生命的关系 主爱你 他一定为你开路 你有没有试试看呢 但愿今天几千年前 神对雅各所说的话 那个又聪明又努力的雅各 神对他所说的话 神也对你说 回到他的面前 你的人生就有出路